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收音员那大姐对说我是她姐姐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她是我妈 很多人更是那个什么说 你们是不是两口子呀 其实我们不是夫妻 我们不是两口子 然后我们就只是一般的一起爱耶稣的一个弟兄姐妹而已 同工啦 就是同工弟兄姐妹 然后有同样的一个异象的基督徒 对那我是已经结婚了 然后我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都非常可爱 那我是因为跟我的妻子 一起去做了一个频道 叫做PHC Project HipChristian 颜值攻略 现在你在YouTube上面找PHC三个字 你找不到 你找Project HipChristian也找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只能找颜值攻略中文 别人才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跟她的关系呢 就是非常好的童工 我们非常喜欢彼此一起做事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位女性 然后她现在还单身 那如果说你也是个单身男性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主动的来去追求她 再不抓点减就来不及了 那我们呢 其实还有一层关系 就是合作伙伴 对 这个公司呢 是我们两个一起开的 你是CEO 我是Secretary 对 那还有朋友呢 跟我们留言说 说我们的信仰状况 到底怎么样啊 有的人看我们这个频道 他们觉得很担心呢 就说哎呀 你们不会是异端吧 你们都在哪个教会聚会啊 能不能把名字报出来看一下 让我们看看你们是不是异端 我觉得这个留言还蛮好笑的哈 一个是他讲说他担心 但我跟你讲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异端不可能做我们这样事工的 你放心吧 对 那我们的信仰状况呢 我个人认为是还不错啦 当然是永远不足 我觉得我还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去读圣经 我觉得我现在读新闻的比例 比读圣经的比例读多太多了 那这是我比较觉得比较差一点的东西 那以前我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是听John McArthur讲的东西 那现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是听Ben Shapiro讲的东西 哎呀马上就退步了 就明显退步啊 那我是在Impact Harvest Church 在Montrovia的一间教会 然后里面都是年轻人 现在也不年轻 也都是老了 也都是就是有小孩的那些年轻夫妻吧 信仰状况怎么样 这个是很难讲的 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我信仰状况 是多么抽象的一个事情啊 我个人认为我不是异端 因为我相信三维一体 我说三维一体 好 该你回答了吧 就是我的信仰状况 还行吧 你很难讲 你说我一天把圣经当饭吃吗 也没有 所以这还是很不足的地方 尽量花多的时间去读经啊 祷告啊 灵修的这些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也是爱刷一些视频或者干嘛的 这也是比较不好需要改进的地方啊 那在什么教会聚会 我在One Thin Christian Church 然后我们的地点呢 是在Clairemont 那是不是异端 不是异端 我们都是三维一体啊 如果你要说异端的话 异端真的不会做我们这样施工的 就是异端不会把真理给你掰清楚 讲碎 然后尤其是在社会活动中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里面呢 我们有去拜票嘛 去社区里面拜票 那其实我们是碰到了还蛮多异端的人 就是耶和华建政人 那我们去跟他们拜票说 你好 说这个欢迎你投票啊 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啊 投上你神圣的一票 然后这个老头呢 他就跟我说说 不好意思 我不投票 我说 你不投票 他说对 我是政治中性 我还蒙了一下 我说这什么 我怎么没听着跟我讲过 说什么 非二元 对 我说什么叫政治中性 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 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不投票 因为他看起来是个老美国人 然后他讲说 因为我的这个信仰的关系 我是耶和华建政人的 我说 哦 原来是耶和华建政人的 所以他们就说不要投票啊 之类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啊 就说 你们以前都是做什么的 因为我们两个以前从事的行业呢 都是跟艺术有关 对 我是 之前是服装设计 我是服装设计师 然后呢 我 有什么好讲的 那服装设计各位应该都知道 就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一个环境 我认识的只要是男的几乎都是同性恋 然后呢 我认识的女的几乎都是很奇怪的那些女的 然后呢 他们的想法各方面思想都是很自由的 然后他们做出来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不能穿的那种衣服 就很奇怪 哦 哦 就是我们会看到电视上那种时装秀里面 很贵的那种衣服 对对对对对 没有人会把这种衣服穿上 走到大街上那种 对 然后就是刻意要做一些什么 因为我是个韩国人 所以说我设计这件T恤的时候呢 我就是要把韩国的元素加进去 哦 然后什么哦 台湾人 然后什么什么哦 你看这个肩膀 这个就是一个台湾的石狮子的那种什么 你就觉得说我不觉得柳贼会想要穿这个样子的 除非就是你跟别人讲 很多他们的设计的东西已经不是一个实用或者是好看的 只是他们的一个statement 一个方式 然后你就是说 你每一件衣服都是要有一个故事一样 我后来就是做了之后 我在服装的圈子里面 我做了很久 然后我看到了很多我不太想要看的事情 然后里面真的是 你只要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女生一多 真的就是勾心斗角的乱七八糟 里面每一个都是跟后宫甄嬛传一样 那我一个男生我就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跟一堆女生在那边斗的那个那种人 你也斗不过人这样吗 会不会 不是斗不过 如果说真的要斗的话 男生的这个理性啊 然后还有就是列点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比女生强很多的 常常有很多女生是会就是无理取闹的那种情况发生 但是我就是不想在那个环境继续工作 然后我后来我读了圣经 我觉得说有比服装社重要太多了 所以就是我就是决定我要来传福音 所以说我就开了一个YouTube频道 我呢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做话剧 我是话剧演员 那后来呢我又读了film making 就是电影制作啊 那再后来我又做了主持人 那在这些东西里面呢 其实你会知道说这些都是左派集结的大本营了 就是尤其是在话剧的圈子里面就是非常自由啊 然后在这些东西啊 那这个电影圈里面也是更加的自由 很多人会用他们左派的思想来拍出左派的那些洗脑的电影 我很多时候当时都不懂因为年纪比较轻 我当时都不是很懂 我现在再又一回头去想我想说 我的妈呀 他们拍内容真是可怕 当时看不懂没有办法理解 现在年纪大了一点再一回想就说 天哪他们拍的内容真的是 完全是走现在左派的这个路线的 完全是这些东西啊 所以现在一想的确是非常可怕 但是不管怎么样 新主了之后不会再去创作那种东西 当时的我我也没有再走那个路线了 只不过就觉得说 他们拍的东西我看不懂 然后我也觉得说 可能是某一种艺术的形式 我不理解 但现在一看 其实不是艺术形式 其实就是ideology啊 都是国王的心意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那个 那你说你们那个服装设计行业里面 有很多这个同性恋或者什么的 我们这边也有 而且很多人打扮得非常非常奇怪 有些男人留头发留到这么长 然后胡子还留这么长 然后经常发一些就是你知道像那种摄影师啊 或者是那个拍照的拍视频的 他们经常会发比较暴露的那种人体的那些照片 或者视频什么之类的 他们会觉得这种是艺术 他们就说你看这个灯光 从这边打怎么怎么样 那边打 但其实就是拍了一个光着屁股的人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被扭曲成是艺术 然后你在那个圈子里的话 如果想要融入他们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左派一直在说包容 一直在说爱 但其实他们在环境中是特别排斥 跟他们不同的人 是 所以你很难融入到他们那个圈子里面 因为你说实话来 就是你的思想没有那么低级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特别跟他们融入 所以我上学的时候跟这些人也并不是什么朋友 也不是说我们之前是个保守派 我们之前就只是普通 然后比较无知的一个人 然后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遇到那样子的环境 常常有的时候你为了要维持这个工作 然后你为了要维持你的生计 你为了要持续可以下一顿还有饭吃 然后你就是会妥协 然后妥协到了之后我就觉得说 好像他们这样子好像也OK 然后什么也不干我的事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我可以完全了解 现在的cancel culture 然后还有现在很多人接受到的压力 特别是在那个样子的工作环境的压力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正常的人太少创业了 以前电影行业都是基督徒开始弄出来的 唱片行也是我们要来录圣诗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现在全部被这种冲撞体制的现代艺术来扭曲了 这个行业原本应该要有的样子 我们原本是来做一个正直的 要来传达正确价值观的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全部变成来充满了这个色情还有暴力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想要来去做这个样子的频道 所以说我们想要做AI news 因为这个山头原本就是属于神的 一开始就是神创建的 只是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说我们的事工是如何开始的 既然我以前也有自己的工作 你以前也有自己的工作 那怎么会想到说 现在来做一个全职的一个YouTube频道 而且如果大家要发现的话 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粉丝和我们的观看量不算是很多 因为我们不去讲人喜欢听的那些东西 所以导致我们的流量没有很多 那为什么会想要全职做这样一个根本就赚不到钱的工作呢 我们的事工是怎么开始的呢 那我们事工大概是从2020年大选的那个时候 大概9月的时候 那时候Paul长老 默示先锋的Paul长老 那时候觉得他有一个call in 说要开个新闻频道 然后他那时候有个什么什么川普正新闻啊 还有什么什么之类 但是他觉得不够 要有一个团队专门来制作现在大选发生的事情 要帮更多的人来了解政治 所以说Paul长老就选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我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他 说来说去的其实都是神的呼召了 没有神的呼召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你也不会到这里来 所以很简单 就是从2020年的这个八九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被集结起来来开始做这样一个频道 然后之后K4J就是因为断资了 就是他们没钱这个budget就只到了这个大选结束 之后呢我们就是再撑了大概半年 然后我们就开了这间公司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传达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传达这些这个思想还有价值观是没有其他人在做的 我们就变成一个从在讲选举的一个频道 开始在讲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然后还有当基督徒要怎么看这个社会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callin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讲继续这个样子做 对一定会继续下去 因为神对我们的呼召 就是让我们能够把圣经中的价值观 让每个人都能够更多的明白更多的清楚 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中能够行动起来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你 这个问题是给你的 就是很多人呢看了我们介绍办公室的视频之后呢 就对你爱吃的鱼条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他们看完那个鱼条就说哇这个鱼条那么好吃 你对这个鱼条的感情应该是非常深 所以我想问你鱼条真的那么好吃吗 对我觉得鱼条呢为什么好吃 是因为它第一个它里面就是蛋白质 而且鱼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 然后呢外面是一层面包 那面包的话你通常是用去炸的嘛 用炸的的话 炸的话就会变得很比较不健康 但是我们用气炸锅炸的话呢 它就可以把那些多余的油脂炸弄出来 所以说呢这个鱼条呢 它里面吃起来就像汉堡 那个麦当里面那个汉堡 那个鱼肉一样 然后呢外面也是脆脆的 然后你拿来沾任何东西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吃饱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说就是你常吃鱼肉 你吃吃吃吃吃吃了一整条鱼 还是饿 因为觉得就是鱼肉就是不是肉 但是这鱼条呢 它里面又有这个好的鱼肉 然后呢又有这个裹这个面包皮在外面 然后各方面呢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鱼条是 我真的要讲那么多吗 我分析的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然后呢你推荐大家吃鱼条就这么直接吃吗还是要沾酱 呃对 应该要沾那个塔塔sauce 塔塔酱 对 其实你如果我们常常是没有塔塔sauce的 那我是沾什么酱都很喜欢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不同酱汁的一个人 各式各样的东西 像说就是鱼条 然后我今天星期一沾这个酱 哎 感觉不一样 星期二沾另外一个酱 好像比较辣一点 所以就是不一样的食物 你拉倒吧 你要有那么多不同酱 你还能等到礼拜二 我告诉你他一吃饭的 框花酱全都转到盘子里 整一大堆 炸这个炸这个 完了最后都混在一起 对 啊 对 我 鱼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东西 因为很大包 然后很便宜 然后口味也好 也啊 但是如果说你要我就是选说吃Rib还是吃鱼条 当然吃Rib 但是鱼条就是一个我平常在办公室 然后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 好 你看这么无聊的一个这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这么的啊 好 你你最厉害 那我给你鼓掌好了吧 我给你鼓掌 你回答 好 那谢谢大家啊 如果大家要是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如果要是觉得鱼条好吃呢 可以去买一下尝尝看 呃 七大锅回去 大概炸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外面酥酥脆脆哈 蘸一下你喜欢的酱吃 然后回来告诉我们 你们觉得这个鱼条好不好吃 如果说你是那个鱼条公司老板的话 你可以欢迎付我们广告费 哎对啊 鱼条公司老板 我们还愿意给你再演呢 我们以后那个袋子上面可以就是这样 就一分拿一个鱼条就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集 跟大家聊聊天的节目 啊 啊有什么问题在下面再跟我们留言啦 好 那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